在左後方那個方向有一個敵人 來我教大家怎麼抓他 好停車 看他在哪裡 我看到他我看到他喔 鐵橋伏擊流之流彈發射器 我來試一下可以抓到他 抓到泡沫線 看看沒看到我 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頻道 今天就玩水流Fightfire我要活下去 好這一集的部分呢 我想要挑戰使用SKAR跟榴彈槍來 玩極速模式2.0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這場的部分呢 我一樣穿這個新的服裝 就是棒球衣啊 棒球 棒球男孩 我好難念喔 哇這麼重的要跳 好一開始的部分 基本極速模式我還是會習慣的就是按兩顆按鍵 這兩顆都按下去啦 像目前看喔 這邊好像有三個敵人跟我跳同一區 好我先看一下 通常我都是直接 就是 一開有開閃鍵我就開始跳啦 我現在想要飛到消防隊那裡 消防隊那邊的資源蠻多的啊 所以呢 我希望可以在那邊降落 好我現在要小心有沒有其他敵人 因為消防隊那邊資源比較多啊 有時候會有榴彈槍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拿到 好我看今天這場可不可以拿榴彈槍來玩一下 哇兩個敵人飛過來喔 好刺激喔 好我來等他們一下 看他們沒有要拼槍 好現在玩這個是單人模式 好私下錄影啊 私底下錄影 直播的話手的話卡線我覺得比較 不容易玩遊戲 好現在拿衝鋒槍 看一下有什麼武器 擴充彈槍 擴充彈槍 有彈發射器 太好了 好拿到了 按錯鍵 按錯鍵 M4A1 好我先拿這把 不知道有沒有敵人 剛好看到兩三個敵人 有可能跳前面那一區吧 有可能開槍喔 前面 在哪裡 你看到人 好現在的 狗狗街包已經是 等級三個狗狗街包了 沒有看到我要的SKA 我想拿SKA是因為 我拿不到這個東西 SKA他的穩定性蠻高的 AK的話是 有點飄 不過他會有點爆發 爆發有可能會打到爆頭 因為他會往上飄一點 前面在開戰 SKA太好了 所以我現在缺瞄準鏡 土包先撿 我看到人了 前面有一個 樹木區那邊 哇 跑掉了 這個先不要追好了 太遠了 KAR98K 我先不拿好了 這場的話我就玩 護槍搭 油彈發射器 因為之前有玩家留言說 可不可以拍一下 極速模式加榴彈槍 榴彈槍有時候我覺得不太好拿 所以要找支援區 然後現在這個極速模式2.0的部分 敵人的防裝都比較強 所以 大家的配件要拿到 一定要拿到補償器三級 然後配件都要拿滿 土包現在有4個 要鎖全人 好走囉 哇一開場就 剩下12個人了 我先往這邊開 我看一下有沒有其他敵人 或者是有沒有香菇可以吃 第一圈的時候能夠收支援趕快收 因為後面的圈很小 你要收支援不好收 所以有時候會到決戰的時候沒有補包 會很容易輸 有 香菇 趕快 二級菇先吃一下 前面有一個廢區 我看到人了 撞不到他 我先偷他藍卡 拜拜 好先偷他藍卡 殺魚號 好我們來偷殺他一下 還有一個敵人 打倒了 有一個在損血 我看到他了 好 擊殺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人 在偷射我的 等一下喔 我先進安全區好了 他應該會出來 他有一個在偷射我的 在左後方那個方向有一個敵人 來我教大家怎麼抓他 好停車 看他有沒有從下面走 有游泳嗎 沒有游泳 那應該走橋吧 看他在哪裡 我看到他了 鐵橋伏擊流汁 榴彈發射器 我來試一下 可以招到他 招到泡沫線 他應該沒看到我 咻 砰炸 中了 OK 鐵橋伏擊流汁 榴彈發射器 好 還好 成功了 我先開回去一下 我看一下有沒有 什麼裝備可以拿 我開車過去比較保險 不然我怕等下走路的話 換遇到敵人比較危險 OK 喔 太好四倍禁 好 虎包 消音器先拿 哇 這個裝備很多耶 哇 左圈了 倒車流 哇哇哇哇 下面有在開戰 他有在打對面的是不是 我看方向在打對面的 哦 對 有兩個敵人 對面有人 這邊一個 好 撞他 兄弟 送 OK 擊殺 好 他這個血沒有滿血 一撞就死掉了 水應該有一個吧 但對面是有一個人 對面好像有一個人 我看到他了 所以沒有一個人在游泳 OK 擊殺 好的 繼續走 現在縮圈了 像有時候你們可以看地圖啊 小地圖中 如果有人在開槍 交戰的同時 你可以看到敵人在打哪個方向 那個方向可能有敵人 如果你沒有看到有人死掉 欸 我剛好看到人了 上面是這個人 好啊 哇 快安全 最後安全區哦 我剛好看到一個人 在上面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下面有開槍 等一下哦 我先跳這裡 剛才好像有一個人 我看到他 哇哇哇哇 好兇好兇好兇 好沒血了 好先補一下 哇還有一個人在樓下 不知道會上來 我先把血補滿好了 我聽到腳步聲了 來了 好 試試看會炸到他 哇跑掉了 炸50滴 OK 擊殺 哇 現在有14個人在觀看耶 超過一半以上在觀看耶 最後一個敵人了 這在哪裡 對面嗎 收圈了 好不用拿裝備啦 收圈了 我跟他充一波好了 我開車過一看他在哪裡 有可能在速後吧 好來囉 來囉 欸 贏了 他被毒死了 OK 7殺吃雞 機速模式2.0 好的 最後成功吃雞啦 這場的話有14個人在觀看 就是 死掉以後的幽靈有14個人 還蠻多的耶 好蠻感動的 好成功了 用榴彈發射器搭 SK吃雞了 好今天這場呢 就分享到這邊啊 如果說大家想要這樣玩的話呢 你大概要練一下 榴彈發射器的拋物線 應該是沒問題啦 就預判他走的下一個位置去發射 你的榴彈發射器的子彈 就OK了 好 後面的話我會繼續拍PFIR攻略的情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可以幫我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看更多的攻略的話 都在影片下方的連結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